华为最新的Mate 70手机芯片又翻车了 咨询公司Tech Insights最新拆解报告 给了中国一季当头棒喝 别看华为前几个月吹得多响亮 什么突破制裁自主创新 结果这次Mate 70用的 还是和Mate 60 Pro一样的7纳米老古董芯片 这不就相当于去年的翻版吗 连5纳米都整不出来 还好意思说什么科技资历 我们来算算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现在台积电都已经在量产3纳米芯片了 苹果最新的iPhone 15已经用上了 而华为呢还在7纳米这个坑里打转 Tech Insights的分析师Alexandre Loguerre直言不讳 华为现在用的这个芯片 连台积电5年前生产的7纳米芯片都不如 速度慢 耗电高 量品率低 跟台积电差了10万8千里 有意思的是 华为确实也没闲着 他们在芯片上做了点小动作 把芯片面积扩大了15% 重新设计了一下电路布局 但这算什么创新 这就好比你家的老爷车开不快 你把发动机箱子做大一点 换个排气管 本质上还是那台老爷机 更惨的是 据彭博社爆料 由于中芯国际被美国卡住了脖子 买不到ASML的顶级光刻机 华为这个困境至少要持续到2026年 也就是说 未来三年 华为都得在7纳米这个毛坑里继续蹲着 等到2026年 人家台积电都开始量产2纳米芯片了 华为还在未突破5纳米牢头 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最搞笑的是什么呢 中芯国际生产这些7纳米芯片的量品率 惨不忍睹 每生产一批 能用的可能就那么三四成 这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越生产越亏 但为了给华为面子 为了给党国交差 忠心不得不继续亏着良心生产 这不是典型的为了面子不要理子吗 而且别以为华为就缺这么一点芯片 据业内消息 华为每年光是手机处理器 就得用上千万颗 再加上他们还想搞 AI芯片 预计一年 还得再加几十万颗 就中芯国际这个产能和量品率 怎么可能满足得了 这不就是在耍流氓吗 要我说 华为现在就像是 再演一出独角戏 在国内 天天喊着科技突围自主创新 一群小粉红 在下面鼓掌叫好 但只要稍微懂点行的人都知道 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就连华为自己都不敢说自己用的是什么制成的芯片了 生怕被人拆穿牢底 看来华为这颗心是真的病得不轻 而且这病看样子一时半会是好不了了 说起芯片禁令 美国这次是真的动了真格 不光自己不卖 连带着小弟们也都管起来了 中国这边呢 就跟做贼似的 东躲西藏 想方设法搞芯片 结果美国直接放大招 拜登这个老头子临别之际 还要再补一刀 来看看他们这些见不得光的小动作 最离谱的是在东南亚玩空壳公司的把戏 今年就有个牛逼的例子 一家中国东部电器公司 愣是通过马来西亚的白手套 订到了300台服务器 每台塞了八个英伟达H100芯片 总价值1.2亿美元 这些可都是顶级AI芯片啊 按理说中国公司碰都碰不到 深圳华强北更是细精附体 路透社的记者去踩点 发现那些电子产品商铺 表面上卖的都是些普通货 但你只要悄悄问一句 马上就能搞到英伟达H100 就是价格贵了点一片 要2万美元 足足是原价的一倍 这不就是明摆着在走私吗 韩国那边的漏洞更大 今年11月 韩国检方就抓了一个大案 有人从2019年到2023年 把将近10万个军用级别的IC芯片 伪装成样品偷运到中国 这些芯片能用在军事雷达和卫星通信上 价值差不多730万人民币 这下可把美国给惹毛了 中国的决策层还玩了一手更高明的在中东布局 阿联酋有个叫G42的AI公司 表面上是阿联酋的 但美国众议院一查 发现这公司跟中国的关系复杂得很 他们的CEO肖鹏就很有意思 在美国读完书 放弃美国国籍 跑去当阿联酋公民 然后就开始跟华为眉来眼去 更狠的是 中国还在玩云端跑分 外交政策爆料说 中国那些被美国拉黑的公司 现在都敢用亚马逊和甲骨文的云服务了 连被制裁的科大讯飞都能合法 租到英伟达的高端芯片 深圳大学更是通过中介 花20万人民币就能用上A100和H100 美国这回可不是吃素的 拜登12月刚出完一波禁令 又准备对东南亚和中东国家来应的 不光要限制BI芯片出口上线 连带着GPU这些高端处理器也要管起来 美国商务部的工业与安全局更是狠 一口气把140家中国公司拉进了黑名单 连带着投资公司都不放过 对于云服务这个漏洞 美国国会今年更是下了大功夫 云服务商现在必须查清楚 每个外国客户的底细 连IP地址都得报上去 麦考尔议员说的可清楚了 中国官方在用商业 AI为打台湾做准备 谁赢得了AI这场仗 谁就能决定全球力量的走向 现在倒好 北京方面想完的那些花招 全让美国给堵死了 想偷运 东南亚的空客公司全被盯上了 想找白手套 中东的合作伙伴也被警告了 就连租用云服务这种投机取巧的办法也不管用了 这不就是典型的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吗 看来中国这是要在芯片领域吃大亏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玩这么多见不得人的把戏 这不就是自找的吗 华为现在的处境 说句不好听的 就像是被逼到死胡同的老鼠 每次出新产品都在吹嘘突破性创新 结果呢 一查就露线 来看看 今年华为都整了些什么活 6月份的时候 华为吹得震天响 说他们的升腾910C能跟英伟达的H100AI芯片摆摆手腕 结果 好西在10月份上演了他们的升腾910B被人发现用的是台积电7纳米芯片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美国马上下令台积电从11月11日起停止向中国卖7纳米以下的AI芯片 三星和英特尔也被勒令跟进 这一下子把华为的AI梦给掐死了 更惨的是什么呢 就在11月4号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给商务部写信 说要查查中芯国际是不是在偷偷给华为造芯片 这是要把华为最后一条路也给堵死啊 大家还记得去年华为Mate60 Pro那阵势吗 当时吹得多响亮啊 说用了自己造的7纳米9000S芯片 结果呢 这一嘚瑟不要紧 直接激怒了美国 美国立马跟荷兰联手 把旧款的深紫外光客机也给尽了 这下可好 连曲线旧国的路子都给堵死了 有专业人士分析说 华为这下真是要掉队了 到2026年 别人台积电都开始量产2纳米芯片了 华为还在7纳米这坑里打转 整整落后三代 更要命的是 中芯国际那7纳米生产线的良品率惨不忍睹 生产一批就得赔一批 台湾IC设计资深经理爆料说 中芯的7纳米芯片良品率只有可怜的30%至40% 为了绕过美国的EUV限制 他们用多重曝光技术 结果不光成本高的吓人还特别容易出错 用他的话说 任何一家正常的公司都不会享用这种技术生产 但华为现在有的选吗 更扎心的是AI芯片这块 华为投入了巨额资金和人力去开发 结果台积电这一停单直接把华为的投资打了水漂 手机业务就更惨了 华为新发布的Mate70 Pro连用的什么芯片都不敢说了 估计就是改良版的6纳米工艺 这跟苹果用的3纳米比起来 简直就是两个时代的产品 市场分析师之言不讳同价为价 华为的性能连高端安卓手机都比不过 更别提跟苹果掰手腕了 华为现在就是躲在中国的一亩三分地里 自娱自乐 在国内可以靠删帖抓人来维持形象 但在国际市场上就只能去非洲拉美那些信息封闭的地方混混日子 最要命的是特朗普可能要回来了 等他一上台 对中国芯片业的制裁只会更狠 说白了 华为现在就是在玩一处皇帝的新衣 在国内靠宣传造势 删铁禁言还能维持几分体面 但在国际市场上那就是赤条条的难看了 看来华为这个曾经的国家队 终究是要沦为二流品牌的命